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董先生 你好 董先生 你好 董先生 如果大家有看到董先生的相关文章 或者文学馆的文章 你都知道 董先生可以说是《大口健三郎》的书迷 非常喜欢他的作品 我自己也很喜欢《大口健三郎》 所以有这样的机会可以一起去聊 尤其是和董先生一起聊天 对我来说是一个很快乐的一个机会 因为董先生相当知名 我就不要介绍 不用多加介绍 我们直接可以讨论一些相关的话题 第一节我们要讲的是 为什么我们要读《大口健三郎》 尤其是董先生 我们最近几个星期 除了讨论《大口健三郎》之外 也有讨论AI的课题 他不断问这个问题 就是在AI的时代 在一个这么新的时代之下 一个可能战后一代出生的作者 《大口健三郎》 或者战争期间出生 或者战后成长的一代的《大口健三郎》 还有什么意义或者意思呢 也可以让大家一开始讨论一下 讨论一下 我觉得你提到这个背景是很有意思的 因为现在我们开始谈论AI 以及一些由机器生成的语言 无论是写故事 或者是文章 或者是写诗 都是在此很激烈地改变 我们对于语言混容的理解 在这个时候 我觉得更加需要去看回 《大口健三郎》那样的作家 为什么呢? 第一就是 他的文学语言是极度的繁复 以及他经过几十年的锻炼 是一个很精练的混容语言的作家 再其次就是 《大口健三郎》的作品 亦都与他个人的体验 他整个成长、战后的经历 他的婚姻之后 生了一个长子 有智力障碍 是很强调个人体验和作品的关系 这个个人体验的网站 就是我们现在看到 所谓AI生成的东西 背后所没有的东西 因为这个AI是没有体验的 所以体验和文学之间的关系是什么呢? 我觉得现在 真的非常值得去思考和关注 是的 但是 坦白说 《大口健三郎》 我看的时候 我是有一些压力的 一开始接触这个作家 因为我就是知道 他对于这个作者 本人背后的故事 他自己的经验 是混得很紧的 所以其实我有时候 不是很敢进入 所以当时我开始看的时候 我就由一些 他非小说类的书去进入先 譬如他跟小泽正义讲音乐 或者是他一个讲 为什么孩子要上学 这些文集开始 我就慢慢知道 他真正背后的故事 即是他人生经验 然后譬如他 94年拿着 诺贝宇文学奖之后 他又有什么影响 才再去看 但是究竟如何进入这个作者 我觉得我这一代的读者 是觉得有些困难的 其实我也很难推介大家 是如何进入《大口健三郎》 因为他几十年的创作历程 很长 其实他的作品的写法 亦都有变化 所以譬如你从一开始 找回他二十多岁 正在读大学的作品 《死者的奢华》 或者有人亦是《死者的奢华》 是一些短篇 即是他读大学的时候 最早写的几个短篇 他的写法是 虚构性高的 自己个人的体验是少的 即是比较像我们所见到的 所谓正宗的小说 那种虚构小说 这是一种写法 但是你说再看他 厚一点 也很年轻 好像二十七岁 就生了《长子大公刚》 之后 就因为《长子智力》的问题 那个智障的问题 对他很大的冲击 所以他又写了一部长篇 这个里面 其实是那部 叫《个人的体验》的小说 这个又好像 跟他真实的人生 经历的冲击是很密切的关系 再到后来 可能他的作品更多 是那些他家乡的 四国家乡的 森林的传说 或者是一些历史 政治的题材 之如此类 又是一种很不同的社会 是的 我想起《大公见三郎》 和刚才最初的时候 就说和AI的关系 有一点我必须要再说 就是 比如之前我们也有讨论到 或者在节目 或者《洞山文春》也有说 AI对翻译很厉害 很厉害 那我也要为翻译的朋友 打打气 《大公见三郎》 即是日文 我没有办法看到《大公见三郎》的作品 用日文原文看 真的太深了 但是 翻译 对我阅读任何的小说来说 都是一个关键的一个过程 尤其我作为一个小学读者 如果要看到阅读的小说 尤其不是英文 英美文学的小说 其实翻译是一个重要的窗口 而翻译除了是一个 翻译文本 还有一个厚味的引入 简单来说 我是靠他们 告诉他们 什么叫小说 还有还要问 翻译是一个很重要的过程 就是那些翻译的译者 那个声康 其实很多时候 是我喜欢的东西 譬如《大公见三郎》 我值得《柳母沙》 很精彩 譬如看《村上春雪》 是《许吉隆》 是的 看《村上春雪》 我会看《赖苗珠》 我觉得很喜欢 其实我有时候 看了很多年 沈小菲会怀疑 其实我喜欢那些翻译家的文笔 是的 其实翻译家是参与了 那个小说的一个呈现 是的 我想说的就是 味道绝望 就算翻译也好 其实你只要有品味 和你的本身能力是足够 其实依然可以 在《文学翻译》里面 找到很多好的精品 而是难够吸引到读者 我依然会因为那些 很出名的翻译家 或者我很喜欢翻译家的名字 而去买那些翻译小说 或者去看那些翻译小说 所以这一点上 《大公见三郎》 都仍有意义 就算他今天翻译的作品 我也觉得是更值得去看 是的 其实说到翻译的问题 我觉得也是 就是要感谢翻译的 因为如果没有翻译 真的读不到《大公见三郎》 我想他的作品 在他获奖之前 的确是少翻译成中文 在当时就说 在1994年 他获得诺贝尔买奖之前 在台湾就只有 《听语书的女人们》 和《个人的体验》 只有两本而已 当时留意的人 应该都是比较少的 在获奖之后 首先就是说 大陆的简体字的译本 就大量涌现了 所以我刚才提到的 这些是他的早期作品 这些都是在他获奖之后 一年内 1995年的时候 已经出来了 所以我在那时候 才开始看 就是说 一见到出就看 一见到出就看 后来当然 有更多的台湾翻译出现 再说多一点 你看他的时候 应该就是 后生的大学时期 还是再早一点 都是1994年 其实我是 本身已经追求看 他刚刚获奖 我才知道 因为之前人太少翻译 其实也少人谈论 所以也不知道 大刚获奖这个人 但是1994年 就知道 他得到 诺贝尔奖 诺贝尔奖 诺贝尔奖的消息 通常都是 十月左右 是吧 1994年 我也得到一个奖仔 就是在台湾 拿了联合文学小说 新人奖 所以 我不记得 是什么时候知道 可能是九月的时候 就知道 所以 自己是一个小小获奖的新人 同时碰到一个大大的获奖 一个已经很成熟的作家 不知道为什么 因为看到 可能当时报纸也有少量 就是台湾报纸 会有一些短篇的译界 立刻看了的时候 就觉得很新穎 对我来说 是跟当时所理解的日本文学 就是当时我们会读到的日本文学 可能都是村端康城 三岛游几夫 那些 就理解就是日本前后文学是这些 谁知道看到 原来前后文学 有完全不同面貌的作家 那时候这个震撼很大 所以就立刻留意着 就是说 有简体本 什么反对本 我基本上立刻就会看 是 我当然没有这么做 2000年 千禧年的时候 就开始看大纲 有一个一本 同期有一本叫 《星的人间》 是的 那本是同一个系列 那本里面其实是一个短篇 我当时 当然它一系列的短篇 我也有 同一时间 在那期中 去看大约有阅读 《星的人间》对我来说 个人很厉害 就是觉得那个小小小真的很厉害 就是他 譬如当时 我们读书的时代 可能他说 存在主义 法国文学 对他的影响 你大约以前可以遇到 但是他 如何去写 所谓的 色情或者情色的部分 如何用一种 我们叫做 过度 落力去做 令你感觉到那种 厌惠的感觉 或者 的情况 在他的小说中 是有意为之的呈现 即他是特意写性 但是你的性是觉得 哇 真的难受得不得了 因为《星的人间》里面 是写他在一个 拍摄色情影片的 现场里面 的一个 男子的思考 他一方面面对自己的性欲 同一时间 就是那个场景里面 是不容许你真的有性欲 就是你制作人员 所以他那个 那个冲突 或者那个 在短篇小说中 那么年轻的时候 就写到 我觉得真的很厉害 觉得很厉害的时候 还要是 摆下了之后 第二天是被我的狗 咬我懒了一本书 是狗也感受到 感受到那个欲望 然后就要还一本书 买一本书 这个是插曲 但是对我来说 那个起点 是我叶陆大商 现场上很重要的起点 就是连狗也感受到那种瘦性 只是咬一半 因为他们两个夹起来 只是咬一半 只是咬一半 你狗太道德了吧 但是如果说到翻译那方面 其实除了多谢翻译之外 其实也要多谢大江健三郎本人 因为其实他本身读法文 其实很多人都会说 他说他日文原文 都不是很日文原文 甚至乎译了做法文 或者英文之后 其实更加容易读 所以说虽然中文那个世界 好像相对迟一点点 有译本 但是其实在英文 或者是法文的世界 其实在他个人的体验的时候 其实已经译了做英文 然后就 就是为何他推到给 诺贝尔那边知道呢 其实就是由他这些 这样的翻译去知道 所以其实 这些是他 都挺特别的写作特质 然后就是 为什么他会要面向这个世界 其实他在说的议题 有什么是想让世界知道的呢 是 根据大江自己整理出来 比如说这个《自选除不习》 其中一篇文章 就叫做 《时代赋予我》主题 他就认为 其实不是一个作家 自己去挑选主题 反而是他 其实是被动的 去生产一个时代 那个时代 会给他一些主题 就是令到你 你一定要写这些 他总结一下自己的经验 就是说 究竟《时代赋予》 他什么主题 包含几个 第一就是说 那个所谓 战后民主主义 就是说 他自己在战后 公益的国家 所以他对这件事 亦是非常之重视 就是觉得是 当代人类的巨大的危机 第三就是 他自己 结婚之后 长子出生 是因为 那个智力 脑部有问题 所以他 亦都是有一个 和一个残疾的儿子 共生这个主题 刚才提到性 我觉得也是一个重大的主题 不过他自己没有说 但是这个性的主题 可能就是 他通过性 这个很肉体的东西 但是其实又是 时代 或者一个集体的压抑 或者是 集体施加于个人身体的 一些这样的关系 其实也是 折射着他 处理着的其他时代的话题 是的 还有很多时候 虽然我读得不多 但是我发觉 他有一些 场后 或者有一些 象律的东西 好像重复的出现 刚刚说的性 跟着 比如说一些 森林 或者在他 故乡生活的 一些故事 比如他和妈妈 或者他妈妈 有一些 对话 是重复的出现 这样的 然后 也会有人说 其实他有时可能写着 那个主角 即是我 叫做 在里面的一些 很生活的故事 其实好像一个普通人 他自己 在那个地方的故事 但是他就经常都会有很多 背后带着一个 其实很大的 比如有一些 民族主义 一些 反左翼的 一些思想 在里面 是的 我觉得《大肯健三郎》 主题的部分 和他诺贝尔奖的过程 都有一些 值得去说的地方 就是我们说 94年前后的 诺贝尔奖的时期 但是他再早的时候 他已经和很多 世世知名的文学作家 其实很多的王环 比如 昆德加拉斯 昆德加拉斯 或者是 加西亚马昆斯 其实已经有很多的交流 和讨论在这里 其实我觉得他有意识地 提升自己的主题 去到一个 所谓世界的程度 然后他慢慢去发挤那些部分 比如说 性的时候 他处理的是 可能有他 60年代全球主义的气氛 用那个感觉去处理的事情 所以他不是用 色欲的态度去处理 而他处理暴力的时候 他也是一种 无内容的 随机的 得意而来的暴力 在他的小说里面 这些部分 其实是《宝贝佳》的事 我觉得这种 很早 已经切入到 和世界文学 共同处理的部分 可能是《大肯健三郎》 其中一个 是一个重要 值得说的地方 各位好 回到第二节的《艾文在线等》 上一节我们讨论了《大肯健三郎》 对翻译日本的 还可以立足 还有还有意义 今次我们讨论的 可能是第一个《大肯健三郎》 常见的一个主题 也是舞题 就是《大肯的森林》 这里先要讲一讲 主题和舞题 在基本的《比较王序》里面 分别都有少少分别 主题里面可能是 刚才董先生所说 比如作家自己去发掘 尋找的一些东西 然后尝试去创造出来 但是舞题的目的 多少都是大自然界 或者本身人类已经有 它就是一个 作者可能是发现 或者我们无法不去写的部分 比如森林 太阳 生命 周期等々 都是很多时候 我们常见会写的舞题 那这些连结 就会和神话的部分 都会有些关系 所以 作家其中一个责任 可能都是 都会和这些舞题 或者舞题 你都会和联想关系 或者你都会去做一些书写 那么《大肯的森林》 可能是《大肯健三郎》 那么多个文化舞题里面 它可能写得最多 或者是大家都会最容易 去发现的一个本文 这个我想和他第一次 也是成长背景的关系 因为他应该 如果通俗点说 就是一个乡下制 在四国的森林 爱环园的森林 的乡村也挺长大 所以 其实他在这个乡村 长大的小孩子 他小时候真的没有想过 有可能 他会去东京读法国文学 然后再成为一个重要的作家 这个是在小时候 完全没有想到的一个可能性 但是偏偏就发生了 所以他这个童年成长的森林的环境 后来带给他 就是一个写作的一个传员 带给他很多的啟发和inspiration 他一次又一次回去 就以这个森林作为 自己作品的一个设定 可以说 我估计第一次出现这个状态 刚才那次也说过 开头的小说 是有一些 就比较叫做正宗的虚构小说 就是自己设置一些 在东京的处境 多一些城市 是的 但是呢 如果没有搞错 就是去到这个 曼延元年的足球队 这个 1967年的一个作品 亦都是他个人的体验 就是说 大刚刚长子出生 之后 两三年来 他终于写出这个小说 就是说 里面是说两兄弟 哥就叫做麦三郎 个弟弟叫英四 哥就 就和大刚长子出生 可能差不多了 就是说 一个年轻人刚刚生了个儿子 是腦部有问题的 他就想逃避这件事 他太太也想逃避这件事 所以两公婆 就和弟弟 就回到他出生的四国森林 而这个麦三郎的弟弟 英四 就是一个曾经参加安保 这些社会运动的一个青年 所以是一个比较激进的青年 这两兄弟回到森林 究竟会遇到什麽事 怎麽弟弟会组织了一班年轻人 所谓是一个足球队 然后在那个乡下 打算用一种半暴力的手段 去对抗一个入侵的势力 就是一个叫做超市天王 即是在那里开了超市 然后打低所有传统的铺铛 这样的一个势力 但是超市天王 原来是朝鲜人 是之前日本在战争的时候 捉了一些朝鲜人 回来强迫劳动的人 后来战后发迹 变了反过来 压制当地的日本人 所以这个弟弟就想组织一些 反抗的团体 去和超市天王对抗 一个这样的故事 但是发生在这个森林里 是的 两件事可以说一点背景 就是日美安保条约 在七十年代 六七十年代 是非常大的一个讨论 就是究竟日本应该怎么走 日本应该怎么处理相关的问题 其实延伸到7071年 也都会和钓鱼台相关的事情 天然大步 也都有一些在美留学的香港 或者中国的学生 也都发现了这件事 然后衍生到 譬如香港的相关运动 所以其实六七十年代 是躁动的 就是大家的确是 就着这些社会事件 有很多意见 有很多问题 是想说的 就是战下一代的成长 也都令到这些问题 就很敏感和很尖 所以其实大英三年 也都捕捉到这些部分 再跳下去 譬如说回森林原始的部分 其实刚才这个足球队很有趣 因为这个足球队 不是踢球的足球 而是美式足球 其实是 很有趣 它不是用脚踢的 有些所谓美国文化的部分 在里面去处理相关的问题 所以是很有趣的一个小说 回到森林 我常常觉得日本的森林 是如何去理解 我觉得很灵动 很多日本的文学人 是很喜欢写森林 比如 不要说文学 或者其他 比如《村上春树》 都写很多森林 路易的森林 就是森林 就是森林 其实都是写日本的森林 在《村上小处》 大量都有森林 例如《公其进》的动画 其实大量都有森林 其实森林 都是它重要的灵感 你在它的动画 或者大家小说里面 它的能量的来源 其实都是来自森林 和精灵的力量 其实我觉得日本文学里面 的确是有一个 有关森林的传统 我想这个也可能 和日本的神道教 传统有关系 就是万物都有灵 在里面 所以它对待森林 里面的石头 河流 其实里面都有一种灵的力量 每件事只要救那个年份 就会成为一个灵 可以看到 是的 但我觉得大光的处理 就是它不只是 从神秘的角度 去处理这件事 所以它的笔下 其实森林对它来说 也同时有一种 文化人类学的意味 就是说也有些民族学 就是有些村民 有什么习族 那些习族 其实是 譬如说 对于一些亡灵 它经常说自己的树 意思就是说 每个人 其实都有一棵 自己的树 在山上 就是这个 它说就是它乡下的神话 其实我不知道 是不是它自己作出来 但是都 类似有这样的氛围 就是说 每个人 都有自己的一棵树 在山上 那你呢 一个人死了之后 你的灵魂就会出来了 然后就有螺旋形 那样 就飞上山上 去回自己的树 然后就在自己的树 下面一段时间 然后不知道多久之后 灵魂就会出回来 更生 又螺旋形 落回到山下面的村 那里进入一个 新生婴儿的身体 所以这个森林里面的树 其实原来是 跟那里生活的人 那个灵魂的再生 是有很密切的关系 是的 这个《自己的树下》 一个故事 亦都在他 《为什么孩子要上海》 这个书 其实也有说过 那里面 也有少少 大致都是同一个 也有说 他妈 覆述他妈的说法 那个《自己的树下》 那是很有趣的 他就说 你在森林里面 就会遇到 你每人都有棵树 那是你自己的 老了的样子 你在森林里面 到你老的时候 你回去 就会见到 你自己的树里面 你老了 那是你了 但是 有一位小朋友听 刚刚我年轻的时候 我们可以去找他 我说 你不要去找他 你见到他 他会吓鬼 非常有家族的故事 不要叫你不要寻结果 但是就是这样的了 就像我们的苦姑婆 他就会变成老了的自己 这个也可以说 比如我们经常都说 他是诺贝尔多人得主 其实诺贝尔奖 很多人都有这样说 也有诺贝尔口味 我们说诺贝尔口味 这个是聊天地说 一般人里面有 写森林 心林原始 如果是中国 最好是中国西南 四国都可以的 这些 就是这样的 心林的口味 里面的一些故事 就很适合 诺贝尔奖 他也有说回 那没理由穿上 这么久都拿不到的 他不是 他有什么 他有数过很多 其实这种口味 就是接近的口味 当然这个是说笑 但其实真相要说 就是这种 对原始的力量 或者原始森林的书舍 其实是很容易 有人类社会的共通点去做 譬如刚才说到 这个万人原来的足球队 在全世界文学里面 譬如福克林 写美国南方 《八月之光》等等 其实他这些小说 就创造了一个 其实虚构的世界 虚构的城市 但是他里面很真实的 描述到美国南方的部分 而其实《大股战三文尼》 都是创造了一个 一整个系列的虚构 去写他心目中 四国的原始的一些东西 我觉得这一点 其实正正就是 因为《鲁贝掌》 因为《鲁贝掌》 就是人类价值 人类价值的部分 其实对于这种的写作 是比较重视的 而这种作家 我们不要那么公理地去想 这种写作是否好 我觉得也是一个 挺大的 挺好的一种写作 我想我们可以从 深层心理学去看这个问题 虽然《大股战三文尼》 自己很少谈及心理学 我想他不是特别专门去探究这方面的事情 但是我会见到的小说里面 其实是有这个层面 就是说《深层心理学》 就是说人的无意识 和那个原型的问题 就是荣革的心理学 其实这件事情 是人类的共通 的无意识当中的 里面的一些模式 所以森林其实代表些什么 森林和人的居住的城镇 那个对立是怎么样 这些都是深藏在我们 就是那个意识背后的一些东西 所以这个森林意象和那些神话 那些再生 老人 小孩 男女之间的不同的角色 这些种种的很神话色彩的东西 都是一种深层心理学里面的 一些不同的原型 我想在《大股战三文尼》里 最接近去 去说出他有这一面的 应该是在这个 《丘庸童子》里面的结局那里 那接近结局那里 他就这个 以《大股战三文尼》为原型的 一个老作家 古尔人 《长江古尔人》就和其他 同代的老人去参与了一场 就是模仿他们年轻的时候 参加社会运动的一个游行 结果在游行上面 就发生了一个混乱的大事故 这个《长江古尔人》就受了重伤 就昏迷了 后来他昏迷的时候 在结尾 其他人在他的床边 就去和他说话 尝试勾起他自己的一些回忆 其中有一段说话 就是说到 呼唤他的时候 是说森林里面 是有一个庞大的 好像发动机那样的做梦者 而这个发动机那样的做梦者 其实就是童子 就是他在故事里面 讲的那种 他们乡村文化里面的童子 这个形象 这个做梦者 就会分散 派出很多童子 去到这个世界 将他这个梦 就去散步 去周围那里 我觉得这个以上 应该就是很心理学的一个问题 是吧 就是由森林那里去传递出来 其实在不同的分析文中 或者他自己都有讲过 就说 其实他 因为他以前小时候看很多老讯 就说他受到 老讯那篇故乡的影响 其实他有用这种 去制造一个心灵故乡的 就是那个四角的森林 因为他的森林不是真实的森林 他营造了一样东西 所以其实很多时候 就是看他的森林 其实他都在意志 接近一个他自己的心灵 心灵故乡的原形 嗯 然后 村上也有讲过 他在海边的卡夫卡 最后的那个森林 就是说在四角的森林 其实都不是真实存在的森林 反而就是 他是去回了大江建三郎 他这个心灵的森林里面 就是他除了说 他自己 把自己的心在那个森林之外 其实都影响了其他的作家 或者其他的创造 这个森林 可能都是他们所向往的 不过我又想补充一件事 就是虽然我们讲到这个心灵的家乡 或者这个心理层面的东西 但是大江建三郎 它独特的地方就是所谓 个人体验与时代 所以同样这件事 这个森林的母题或者意象 都会陷入回到社会政治当中 所以这个森林里面的共同体 其实就是相对于 如果在万言元年 就是明治维生之前的江户时代 就是相对于那些泛国的权力中心了 而在明治之后 相对于日本的东京所代表的国家中心 而这个森林的共同体 就是一个边缘的群体 去和那个中心的力量相对抗的一个市民 所以我觉得有时 它有些小说里面有些转折 或者有些重要的事情 其实我会觉得 它都会在森林里面发生 一来我觉得都会带着一种神秘性在里面 因为森林好像我们看不清 或者是那些在森林出来之后 它就不同了 那样东西 然后那样东西其实在发生 那样东西就像董珊说 就是去回社会性那件事 所以森林其实不只是 是够熟或者敌症的 其实森林里面尽强了巨大的暴力 嗯 因为它说到的这些对抗 都是一些暴力的暴动 对抗 那往往就会有死亡这个主题出现 是的 在《为甚好孩子要上学》里面 其实它一开始也有说到 森林有关的部分 因为它在战后小学的时候 它就说 为什么还要上学呢 它就想不通一件事 其中为什么想不通呢 它就说 为什么在打仗的时候 天王就是神 打完仗之后 天王就是人 而刚刚之前说 阿华恶恶是敌人的 美国就变成了朋友 那在这个时候 他就这样寫 他就说 我与其去和这些人上 他简单说 他觉得学校是一个虚异的地方 他说 在这个时候 我不如回到森林里 我家里有做树的 割树木的 不如我认识草木从鱼 认识树木 去解决世界所有问题 就可以了 所以在这个地方 你会见到小学的时候 对大江建三浪来说 树已经是重要的课题 各位好 回到第三节的艺民在线 等我们继续讲大江建三浪 我们刚才说了一关森林 没有题 也延伸了很多开设 进入大江建三浪的主题 但是 这么多个主题里面 又和第一节 讲到的个人体验有关系 又和大江的整体 主题的发掘有关系 都很难被其他人取代 我相信 他是大江光 即是他儿子的父亲身份 之前也说到 大江很年轻的时候 即是生了一个小孩的时候 他的小孩有些脑部 肿瘤的问题 他小孩的后脑 是生了很大的肿瘤 做了很多手术 有些很好的日本一位医生 救回大江光 但是大江光的智力发展 整体是出现一个问题的 而且因为六十年代的情况 六十年代七十年代 有一些这么严重的脑病 其实不是很容易去处理的 一般人来说 都觉得不如算了 或者都很难去搞 但是 怎样可以由这样的情况之下 你问我 挑起来所有作家的问题 大江建三浪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打出一手好牌 将这儿子 由残障的部分 让他成为一个 大家都可能听过出名 知名的作曲家 只是单在这一点 我都已经是 真的觉得 真的要好 真的赞赏到不得了 他真的很厉害 而且他还在这一点 发掘成为他的 中期开始的写作主题 这一点上 我觉得很棒 还有很多感动在里面 虽然我没有孩子 但我想两位爸爸应该都会知道 其实 你要照顾一个 你知道自己的孩子 可能会有一些问题的时候 那个勇气 已经是 要他面对的勇气 也是很难的 譬如他 在他 大江建三浪在自己作品之中 很多时候 他作为这个爸爸的角色 好像都是要逃避 这件事情 就是离开 或者扔下他们 或者在想 究竟还要不要这个小朋友 就是个人的体验里面 就考虑要不要这个小朋友 但是其实 在现实生活之中 其实他是很照顾这个长子的 就是那件事 是他那时候去完 广州 广州扎记里面 大夫跟他说 就是 这个小朋友的生日 其实只有你 就是你要照顾他 那么他就下定決心去做 嗯 然后就发掘到 他对音乐有天分 那么 有些家长可能 照顾已经很疲倦了 但是他在中间 还可以观察到 究竟他对哪样东西 是有兴趣 而且他懂得去栽培他 这个我就觉得 很 我很敬佩 就是我觉得 作为爸爸 这个角色 其实也带了一些奇迹的成分 嗯 就是他自己聚述 因为大光光祖 在他五六岁之前 其实是不懂得说话 那么他们就 就是 两夫妇就持续 譬如播一些声音给他听 就是说 是那些日本鸟仔的叫声的录音带 那么他就持续这样听 然后呢 有一次就说 他们在森林散步 大光光就坐在大光建三郎的肩头 那大光建三郎说 突然听到有一把声 就是 说出个鸟仔名 因为刚刚有鸟仔在那里叫 说出鸟仔名 他开始觉得是不是幻觉 听错 对 听错 谁说话 然后呢 他曾经聚述 就是说 他心里面出现了一种祈祷的心情 虽然他是自己没有信仰 但是当时他祈祷的心情就是说 如果这个声音再发出来 的话 就好了 那怎料呢 又再有把声 说出那个鸟仔的名 然后他就知道原来是他的儿子说话 他的儿子就第一次说话 所以都是一个森林的奇迹来的 就是又回到他妈妈 其实森林其中一个 可能在他心目中那么重要 就是在森林中发现了一个这样的奇迹出现 还不忘奇迹地幽默 最初他儿子出生的时候 还要说 他妈妈问他儿子叫什么名字 他还要幽默说 你儿子 就是你的孙子 大光烏鸭 就是你孙子的名字 其实他妈妈听到 我们叫嗷嘴 为了反眼 但是他就认识说不是 其实就是光 希望 就是有希望 其实都很有趣的 就是你会见到那个鸟仔的声音 好像在他早于大光烏鸭第一次出声之前 乌鸟 鸟仔 也成为了他的一个很重要的联系 我在这些过程里面见到 哇 都是很厉害 和上一节我们也有说到 就是对于一个这样的小朋友 就需要回去读书呢 我就播带给他听就可以了 父母也是知识分子 我根本就不需要上学 然后他也说通过在他学习的过程里面 学会了 遇到朋友 而且他和志同代的朋友一起去听古典音乐 然后既然在他 就是在读这个 小小的特殊教育的情况之下 他就让他进入到音乐的世界 这些都是我觉得很精彩的一些聚述 是的 所以事实上大光光 长大了之后 就成为了一个作曲架 嗯 就是真的作曲 不是开玩笑 我手上都有他三张的CD 很厉害的 其实香港应该是很难买的 当时应该都很难买的 其实 有些是应该我订回来的 日本 是因为天龙这个 所以 真爱仔这些是吗 就是真的喜欢 是的 这张是第一张买的 第一次听 当时应该是我儿子刚刚出生 是的 2002年的时候买 我听说 戴刚刚的音乐特色是什么呢 就是相对是简单 嗯 但是呢 就是一种就是巴罗克式的 就是说那种的音乐 很优美的一种结构性的东西 但是里面呢 也都吻含了好几种情绪的 嗯 有时是欢快的 也都有时是悲伤的都会有 但是我觉得是很适合给幼儿听 是 就是非常温柔 我觉得是 他感觉到那种善良和温柔 很真和很单纯 因为当时我试 通常父母都会买一些音乐 说要启发一些孩子 莫扎特效应 对了 买一些什么莫扎特那些 当然莫扎特也太复杂了 太老套了 太复杂了 很复杂了 里面的音乐 我觉得是一种刺激的 但是也是大刚刚的音乐 反而就是 哇很适合 有一种很平和 很单纯的东西 是 我也很建议大家 找大刚刚的音乐来听 我想听一次就会发觉 那种善良和温柔和舒服 只要你一听就会觉得 很棒 其实譬如 在和小泽晶义的对调里面 小泽晶义 他是一个日本很出名的指挥家 其实他有 轻轻分析过 大刚刚 为什么他的音乐 是这样的特性 以及为什么对 你会感觉到 他某一些自然环境的东西 就是说 他有 他发现大刚刚 对泛音这一样 是比较敏感 那泛音这一样 其实是一件很技术性的东西 但是简单来说 就是我们平时 可能一些和音 和一些Harmony的东西 但是这些东西 是先于所有 我们人写的音乐之前 其实他在大自然 已经有的一些声音 包括小鸟 包括大自然里面的声音 他就发现 他对这些声音 特别敏感 然后我们后来 现在的作曲 其实就是把那些东西拆解回他 再用一些不同的组合 去编寻一些音乐 这样的 那大光光就是 他对那些声音很敏感 他大自然里面的反音 然后他再学习 作曲之后 再把它组合回来 其实你就会 在他的音乐里面 听到不同的环境 就是你会知道 他现在在小溪附近 他看着窗外面 你会感觉到 就算没有很传统的 叮叮叮叮 叫你都觉得 有叮叮飞过 这些这样的营造 其实他是 这个就是他 敏感和特别的地方 很多音乐 其实都是用大自然 作为题材 就是不同的季节 风 雨 我觉得都是跟你说的 这件事非常之相配 嗯 那我又问了 董先生 你知道背景的部分 但是这么多小说里面 哪个小说里面 你觉得写他的仔 写得最多位 你觉得最值得说 或者分享 如果我们想在大光的小说里面 集中看到他如何描述大光光 应该就是静静的生活 这部小说 就最最最最分量最多了 因为呢 这个小说呢 就是写呢 其实我想事实 都有这段时期的 就是大光健山郎 要去外国呢 就去住校 是 那小说当中呢 声称就是 因为他陷入了一些 写作的瓶颈 嗯 自己解决不了人生的问题 这样 陷入幼屈 要逃去森林 是的 所以要逃跑 那他太太因为担心他一个人 那就一起去 那怎么样 就剩下他一家的三兄妹 嗯 大光光的长子 那当时已经二十多岁了 那跟着有女儿 然后有个小的弟弟 那就写他们这三个三兄妹呢 独自在东京过了一年的生活里面 那种遇到某些事件挑战 但是到最后呢 大光光就说 对这段日子的日记 他提供了一个题目 他姐姐说 我写了这些日记 关于我们的生活 叫什么题目好 然后大光光就一边趴在那儿 作曲一边很不在意 他经常都是这样的 就是说好像没有听到 但是突然间爆了一句 他出来就说 静静得生活 定正的生活 这个就是我们这段期间的最好的写照 之后有散文写回静静的生活 但那件事是说 的确那一年 很多时候都不是 的确不是人们 真的出去交流 和和很多作家聚会 那一年是一个空窗期 所以他一边去写的时候 的确也有一个 和自己的家人有一个距离 那这个也是当时的事实 那我对静静的生活 就是他刚刚出一两年的时候 就去阅读了 那看的时候呢 其中有一个很有趣的 就是综合你的感受是什么呢 大家都觉得大家是照顾大光光 但是呢 在小说的序事里面 基本上所有解决问题 和和大家的情感的人呢 其实是大光光去帮大家去和 就是我觉得 哎呀 其实大家以为大光光是有问题的 大家以为大光光呢 甚至乎可能有些犯罪勾档 是曾经也会做的 或者有机会有危险 那最后其实原来 是他去挽救大家 那这一点我觉得都是 大光建讯上来 就好像一个发现的过程 慢慢看到自己的儿子的成长 和越来越见到他的儿子 就是大家认为他是智力残障 但其实他只是智力残障 他除智之外的其他部分 他做到一个成年人 应该负责 这个小说里面 我感动的是 所以大光光其实在 大光建三郎的作家人生里面 有一个很重要的作用 开头我们以为 就是说大光建三郎 鼓起勇气去照顾和帮助 这个有问题的儿子 但是慢慢其实他自己都发现 其实他是被这个儿子帮了 甚至这个儿子是为他带来了 某种的救赎 令他的创作和思考 进入一个更加高的 更加深的层次 我觉得这个带给他的啟发 其中一点 他在一篇的徐笔里面 这篇徐笔的题目叫做同情 就是说这些正常的 健全的人 可以照顾病患的时候 往往会发生冲突 因为就是大家互相不能理解 我又不能够代入到病患的角色 知道他的痛苦 而病患也都可能因为自己的病 而脾气各方面也不好 那就会产生这些互相的冲突 但是他说到尾的时候 就是说他发现了一件事 就是所谓我们平时说的同情 或者同理心 其实是和他作为一个作家 在文学创作里面 发挥的想象力这一件事 是同一回事 就是说当我们能够发挥想象力 我们才能够代入和同情 一个非我角度的一个他者 这个代表的启发是这样 我觉得这个 就是关于对他者的关注 和尝试理解和同情 一直都是大光剑三郎的小说里面 一个很重要的工作 就是你说到我们说 就是同情 或者亦都可以叫共情 就是他怎样去可以 我们本身能关于自己的事 但是通过关于自己的事 我们也可以进入其他人的世界 可能都是董先生的强项 作为小说家 应该是所有写小说的人 都必须要做的一件事 因为小说就是里面有 不同的人物和位置的设置 你一定要有能力去 代入不同的位置 才写到小说 你没有可能永远写一个 只是关于自己的小说 但是譬如《正正的生活》 因为他是代入了自己的女儿 就是在里面叫《麦珍》 这样的角色去写 其实中间也有人说过 你这样 你女儿怎么想 或者觉得你为什么可以 好像代她说话 虽然这个是一个小说 但是是因为跟她的生活 去扣在一起 好像说你塞了些说话 但是我觉得可以和大江平反一下 因为我找到日试 我觉得可以分享的 就是 他应该是08-09年左右 他去台湾的时候 做签书会 有读者跟她说 我很喜欢《正正的生活》 这个作品 但是龚健三文就回覆她 口袋就回覆她 她说 多谢你 我会和我女儿说 她一定会很开心 即她其实 她也有把 Statue 或者那些东西 归回到她的女儿身上 即并她没有在很多公开 的场合 或者很捨览她 那些东西之内 是的 我们说到《正正的生活》 例如四国森林的话题 其实这宗十三的拍摄里面 基本上这些生活 都是一个非常高度写实的 现实的拍摄 但其中有一幕 就是她找回她的 大光光的妈妈 即是大光建三郎的妈妈 因为有一个她大伯死亡的拜祭的时候 听她的妈妈说话的时候 她买了来说回 四国森林的故事 即是说就将那个故事讲一次 但是在那个时候拍摄里面 就会看到刚才董先生的螺旋式飞 回到森林的一幕 就由这张十三拍摄出来 这个也是她想像的展示 就在里面的 今个星期我们讲了大光有关森林的舞题 和她与残疾而共生的部分 多谢董先生和我们讲 下个星期继续有董先生和我们一起分享 《大光建三郎》 别走开下个星期再见 拜拜 中文字幕提供 林的银文字幕提供